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米南一带 每逢冬至除了吃汤圆外 还要搓两个大的圆仔贴在大门环上 象征团圆吉利 这个风俗源于一个民间传说 一年的冬至 有一个老乞丐无钱掩埋冻死的妻子 只好将女儿卖给富有的人家做奴婢 女儿痛不欲生 一时昏了过去 老乞丐连忙讨来一碗米汤 一口一口的给女儿喂下去 慢慢的 女儿终于苏醒了 老乞丐又为女儿讨来了几粒糯米园 劝为女儿 劝为女儿 说道 三年过去 老乞丐 老乞丐依旧没有回来找女儿 女儿想念父亲 期盼父女俩早日团圆 在一年的冬至里 他心声已尽 向主人建议说道 冬至时 大家都吃原仔 我们也应该把原仔尽献给门神才是 主人同意了 他搓了两个大原仔 粘在门环上 以寄托自己对父亲的思念 他的笑心感动了后人 人们相言成熟 流传至今 今天的故事 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大家还听过哪些关于冬至的故事呢 欢迎大家在影片留言区与我们分享吧 最后 祝大家冬至节快乐 记得吃汤月哦